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光临今天对话的现场 在全球的商业版图上 有这样一支重要的力量 他们勤劳 他们善良 他们依靠东方的商业智慧 在构建着自己的商业大厦 同时也对全球的经济 和世界经济的商业模式 做出着自己的贡献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华人商业领袖 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现场的 这位华商领袖 可能很多人更习惯 把他称之为马来西亚首富 在他打拼的岁月里 他也为自己赢得了 像酒店大王 亚洲堂王等等 一系列这样的美誉 他就是家里集团的董事长 郭贺年先生 我们先从今天的短片当中 认识一下他 他一人身兼两王 先是享有亚洲堂盲美誉 后来又有酒店大王之称 他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 也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在其堂业鼎盛时期 他控制了国际市场上 每年食堂贸易总量的十分之一 他打造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酒店业务分布全球16个国家 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 他旗下的丰益国际有限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加工集团之一 他在香港的旗舰家里集团 从英国人手中收购香港英文报 南华早报及香港无线电视的媒体 使他成为取足轻重的传媒大亨 他就是杰出的企业家 马来西亚籍华人首富郭贺年 请出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 郭贺年先生 有请 郭贺年先生 你看大家不由自主地都站起来 用自己的这份尊敬来迎接你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 好 谢谢各位 来 谢谢各位 请坐 看到精神绝朔的郭贺年 走上台的时候 能猜出郭贺年先生 现在的高龄吗 啊 六十 六十 七十 还有五十五 我刚刚他们话转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猜 突然间变年轻了 那您能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吗 我今年八十七岁 精神非常的棒 我们都知道您从小是在马来西亚生长的 很多人一定很意外 你上台一口流利的中文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中文教育 我的母亲 我羡慕的家教 她的影响我们 不要忘本 这句话非常的朴实 但实际上他也伴随着郭贺年先生 整个的商业历程 今天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分享 在他商业帝国的背后 他究竟拥有着怎样的一些商业智慧 现在我们就掌声请郭贺年先生入座 来 邀请 其实当我前些天知道 要采访郭贺年先生的时候 我和我的团队就收集 整理了很多和您相关的资料 贴在这样的一个大本当中 说这个相当于是郭先生的一本传记 但这是未经您许可的一本传记 但是在这当中确实记录了 您非常丰富的一些商业人生 包括你的人格魅力 你的商业智慧 今天我特别愿意和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 一起来翻开这本 我们精心整理的传记 来感受其中的一些精彩的人生片段 这是我们特别放在这里的一枚书签 大家看得到上面有两个字 唐王 唐王 您喜欢这个称呼吗 不喜欢 是假的 明镜 其实不会啊 因为你看你在26岁的时候 创办郭氏兄弟企业 然后呢 到38岁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把你称为马来西亚的唐王 到40岁的时候 这个唐王已经升级了 变成亚洲唐王 虽然说现在在唐这个领域 您慢慢收缩了自己的阵线 但是在最高峰时期 大概全球可能十分之一的唐 大概都是可以由您的这个集团来控制的 十分之一老实说没有 二十分之一 那就比较正确吧 修正了一下我的说法 其实不管十分之一还是二十分之一 其实唐王这两个字呢 都不是随随便便而获得的 这是怎样的一个创业历程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会看到有沙画的表演大师 会为大家来用沙画的方式 回忆一下历史 1948年 郭鹤年先生的父亲去世之后 他和母亲和几位家人 一起讨论决定要设立郭氏兄弟公司 在郭先生的提议之下 由大哥来担任董事长 郭先生担任的是执行董事和公司秘书 在某一次郭氏家族董事会议上 郭先生向家族成员大胆地建议 把资金全部投入到炼堂业 这句话刚一说出来 全场哗然 和当年的炼堂厂 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建筑风格 这个更漂亮 你提出说要把所有的资金 都投入到这个领域 之前听说在马来西亚 并没有人做这一行 应该说是挺冒险的一件事 你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决绝地就说 来我们就开始投资这个生意吧 因为食品方面除了大米小麦 差不多砂糖是一个很重要的 小孩子一两岁的小孩子 哭的时候晚上 你给他一点糖 他就安安静静了 所以价钱可以涨得很高的 不然的话父母亲第二天没有精神就工作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生意真正可以做 就是讲市场最存在最有的市场 最容易的 不是卖好像化工品 石油化工的制成品 那种有时人要 有时没有人要 那还没有到这个电脑 就电视的时代 IT的时候 所以简简单单的生意 最聪明的办法 来抓便宜的元堂 就可以发财 那你做堂一直都一帆风顺吗 还是当中有遇到过大的困难 大多部分是很顺利 但是1963年我胆量太大 怎么叫胆量太大了呢 我记得好像是五六月份 我就把现货抓了十几二十万吨 也到期货市场 那么我本人看得准 以为市场会涨 会赚大钱 想不到七八月份 他不但没有稳定赞助 还大下降 下降呢 假如资力不够的话 那么就破产了 你当时紧张吗 紧张也没有办法 补救这种的危局 八月底 一个台风 很凶的台风 打到古巴 古巴的甘蔗原糖 砂糖液 给它大破坏 古巴当时糖的产量 是不是在全世界 糖市场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量 是非常重要 它的每年产量 那时候是五百五十万吨 对你的影响会是什么 影响是很简单 市场的 国际市场的糖价 一直上涨 一直涨 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吧 真正没有想到 好像是天要把我的 那我只能理解说 您的运气特别好 可能对这个时期方面 有一点特别 那做生意 要更多的 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呢 还是要更多的靠运气 肯定百分之九十以上 要靠自己的权分 靠自己的头脑的智慧 要不断地收集信息 研究各方面 好像供求问题 生产消费问题 海运 运输问题 有的船在糖 要载到五六个州 所以一个国家 假如缺糖 你不能等一个多月 所以这些都是一种 经济的材料 要多懂的 那一看得清楚以后 马要跑得快 因为别人也会看 像你一样 那你在糖这个领域 战胜那么多对手 你靠什么 我那时候比较年轻 满口英语 所以那些商人在伦敦 在纽约都是用英语的 他觉得一个 很奇怪 一个中国人 又年轻 英文讲得这么好 所以我很容易上他的门口 经常每天 白天在他们的办公楼 跑五六家 这家跑完 或者告别 再跑到A B C D E这样 那么晚上就请一家出去吃饭 在吃饭中 把他的脑中的看法都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回去再研究一点 写电报回去新加坡 睡觉的时候差不多要半夜一点了 我相信比我聪明的对手好得多 但是有的人出名 他的野生活比较乱 然后第二天 可能我不会睡觉 不会在桌子那边睡 他们也会睡觉 所以我马就跑得快 大概是这样 其实每一个商业机会都像是在你面前一扇又一扇的门 你怎么会在这么多门当中推开一扇门 它就是一片天 每一种生意都有危险 但是假如有危险你就怕就走开 假如还有别的更好机会 那走开也不是问题 就抓第一个机会 但是假如每一次都胆量太小 那就永远是穷人了 你是一个大胆的人吗 做生意的人一定要一种的胆量 但是胆量要对生意 不要用胆量对人 郭先生就是用自己的点点滴滴在印证着这句话 要用胆量对生意 他对人用的是仗义 其实我知道在您身边有很多人都得到过您的帮助 有这样的一次仗义之举 其实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很多的福音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这是1973年的4月 有一天郭鹤年先生在新加坡的家里 突然间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在电话里对方说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秘密 所以要请郭先生一定马上到达香港 郭先生这个场景熟悉吗 宝华大厦 是不是这个神秘的电话就把您约到这儿去见面了 是 因为我在香港的潜水湾那边 有一栋楼就是在宝华大厦最高层的12层 我就约了这两位 华润集团就是国家的那时候叫做外贸部 现在叫做商务部 里面的两位高级经理中高干 一位叫普金星 一位叫林中明 他们找您要帮什么忙呢 他们一坐下去就讲 国家现在很紧张 缺谈 同时 钱也比较缺 这种困难 要想活活商量一下 我就问你需要多少糖 我记得好像30万吨的左右 那时候30万吨比较大批的货 等于现在贸易差不多100多万吨 他讲也有这个沙坛的期货 这个行情一出去会震动国际市场 也要求我帮他们搞一些期货 这绝对是一个秘密的行动 那是非常秘密 接种的行情一出去 这个糖的沙场 糖价在我本人的估计 会跳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那么一个食品能跳百分之二十二十五 是很凶的 不是一般的 我就讲你们既然怎么相信我 我一定要帮你 所以从那种的环境 所有事情想得快做得快 您当时有多少存货 也不是太多 肯定是远远不够30万吨 一般的 没有那个30万那天的事情 所以我就对扑先生林先生讲 我只能够把我的营业的帐口冻结起来 那么我会转五六个州内 专门替国家做事情 替中国做事情 我讲这个事情呢 我随时要回去新加坡 我讲我会派人去巴西 只有巴西有这一批货 别的国家没有什么货 再过两三个州 在Geneva 有一个国际谈的会议 很大的会议 我就特地去报名 去报名 报名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那边天天跑来跑去 有人想我去巴西买糖 就看我在瑞士 那时不是我吗 大概是别人 我是用解准的想法 去保护我的队伍去巴西 去买糖的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和巴西 做过出口糖的生意 刚刚那时代不像今天 巴西的砂糖进出口 是官方控制的 以后我在瑞士娃的时候 我的英国商人朋友走过来讲 你知道吗 最近巴西很奇怪 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日本人 年轻的 有两三个天天在糖局 进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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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情报也厉害 他们都不知道那是您派去的 我讲是吗 我讲 你还有行情要告诉我 那么第二天呢 大会有人演讲了 突然间他的一个声音讲 国际电话找 用我的英文名 找Robert Cork 找Robert Cork 看看就是巴西 我的同事 我就听他讲 我们有一点进步了 有进展了 我讲你不但要进展要快 这边开始有震动了 你要快 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就会爆出来 爆出来我们就买不到糖吗 不是 我那边还做起货 还没有做得够 我讲你要快 我去为你加快加油 多买一些起货 他们讲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以后再好像过了三天四天 他们就签了合同 以后那几天 在英国起货市场 纽约起货市场 可能连巴黎白砂糖的起货也抓 行情一出呢 以后他们一签了 过了几天 全世界知道了 价格暴涨 那么这个真正市场一直涨 一开始涨我就脱掉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到高峰全部买完 所以一路一路脱 一路一路卖 你是不是心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时间表 哪一天买 哪一天卖 什么价位卖 不 因为我这种的举动 做了有十几年了 熟能生巧了 是 所以以后就赚了一些钱 那么华人也叫我们交给存在中国银行 伦敦分行 这一点钱是多少钱啊 四五百万美元的左右 当时成功的买到了三十万伦糖 是 开心吗那个时候 开心 当然开心 同时价钱呢 巴西给优惠的价钱 那如果 一听见是中国啊 它真正一种优惠 要做朋友的态度 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不是 实在我讲的话就是对中国的好 我们是小商人 但如果说当时你知道中国 希望购买三十万吨白糖 你同时在帮中国买糖的同时 自己的公司也加入其中 也来做一笔生意 那不是可以挣得更多吗 那没办法讲嘛 这样是不中的中国 你只能够 不是 那句话好像太隆重 好像你答应了一个客户 你不能跑两只马 是吗 这是一份 一份非常沉甸甸的承诺 对当时的中国而言 这是不是一份特别厚重的礼物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是因为我们应该做的 但是赚多少是看市场的否定 让你成为唐王的这段日子 你自己总结一下 能够成就这么一大分事业 主要要靠什么 一定要专一不能花心 不能花心 您看您自己虽然做唐 但同时涉猎的范围也那么广 有的时候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花心 比如说你还做酒店 你还涉足了传媒业 然后还有地产 还有矿产 还有船物 那不是花心的 因为无论什么事业 应该要多做几种 它都有连带关系 我们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很容易再翻到其他的章节 这又是一个对您的称呼 不管您喜欢不喜欢 我还是得展示出来 这个我蛮喜欢的 酒店大王 酒店喜欢的 大王都是假的 为什么喜欢酒店呢 砂糖啊大米啊小麦啊 面粉啊大豆 是一种商品 酒店是服务业 在服务业之中呢 最重要的一批人 是你的职工 是管理饭店 从总经理到最小的职工 你完全是靠他们 照顾你饭店的客人 所以我一开始做饭店 我只有一个大的原则 我对董事会讲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个大责任 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职工 这个酒店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 叫香格里拉 是你亲自命名的吗 不是 我一个法国朋友 他就问是不是听说 你要盖一个饭店 我讲是啊 他叫什么名 我就讲一个名给他听 他就很不客气 讲stupid 笨蛋 那么我就吞了我的口气 我讲那你要给他什么名 假如你是我的话 他就想一想 他讲香格里拉吗 我讲很好 以前这个香格里拉 我们都是在书上看到的 是 消失的地平线里面 是 就觉得这是一个世外桃源 美丽的香格里拉 现在其实在中国 已经在很多地方建立起来了 黄小康先生对这方面特别了解 现在香格里拉在中国有的怎样的一些发展的故具 现在香格里拉酒店在全球开业的有72家 其中在中国有34家 现在在建的全球有45家 其中在中国有28家 这34家在中国的酒店里 第一家我知道是建在杭州 1983年 不是建 改造 改造 但那个时候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更热衷于做贸易 他们不愿意做这些地产或者是酒店的投资 况且你是到中国大陆来做酒店的投资 没有人反对你吗 我很早就有的感觉 中国的旅游业会有一天是全世界最繁荣的旅游业 因为历史文物古籍 各地方蛮多的古籍 实在我一到中国来旅游很早就来 我觉得住的条件太差 出的很多地方还可以 尤其这个卫生间 完全不像样 那你怎么吸引国际客人来的朋友们 中国旅游业一定要发展 一定要能够帮它发展就帮它发展 那种条件可以讲是完全不好的条件我就来了 那如果你把当时的钱放在香港来投资 放在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来投资 回报远远可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会后悔自己当时的决定吗 我没有后悔 但是我自己承认我不是一个本事的商人 我不会算 其实这样的事情呢 郭先生做了挺多 又和一次大手笔的投资有关系 我们先给大家来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 这是在1984年 在北京最核心的长安街 即将迎来了它的巨变 长安街的变化 正是源自郭赫年先生和当时经贸部 投资近五个亿美元兴建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长安街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规划建设时期 它也被认为是当时外资在中国产业界 所推行的最大的投资计划 你看 画得这么准 这个是在1984年 很多比您会算的人 他们都不会在这个时候来 因为觉得那个时候的投资环境 并不是像今天这样的理想 对你当时要进入到北京 在长安街来打造这样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有谁表示过担心吗 有的亲戚同事们有的担心 但是我要透露 我带这个国师集团起来的时候 我的脾气是很坏的 经常在公司里面火山爆炸 看不出来啊 这么平易近人的一位长者会火山爆炸 所以人呢一个很外表很出散的人 你要小心一点 人不可貌相啊 他们也知道我的脾气坏 大部分不敢开口 是真的话 所以你问我今天有人 我也不知道 因为一点声音都没有 大家都把担心放在心里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做出这个决定 在回忆中就记得有一件对我受很大的刺激 就是我的那时候好伙伴叫做林凯先生 他一天来找我 他讲有一个建国门外 卖一个大快递过楼厂 一种大项目一共要盖四十万平方米 你有兴趣吗 当然所有好的项目我都有兴趣 但是谁在那边竞争 我讲有自己人竞争吗 他讲没有 就是美国的大通银行集团 还有日本的国家政府办的新月银行 我想今天的中国还要依靠这些 这些国家来帮我们 我就 坐不住了 我想开钩 我们要争自己 不要给外面人看不起我们华人 我刚刚好我有存一亿多美元现金 在香港的叛股银行 我来用这个来投资吧 你这个决定会不会做得太快了一点 这是一个投资量非常大 而且投资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 但是我刚才已经承认了 我是不是一个 会算的生人 会打太精的算盘的人 我一般的算盘会打 好像加减的这样 但是算得太清楚我不懂的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张百发先生 也是您的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非常好 你们两位的相识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 当时您也是负责这个项目的领导人 大领导人 所以我们要让张先生来回忆一下 其实投资这个项目是国内最大的一个合作项目 非常大 也不是没有人想来 也有想来的 但是来的人跟郭先生的人品比起来没法比 我办这个演员会 筹办演员会 这你怎么都知道吧 他来了以后我去看的 那是拔一份的 听说你筹办演员会 资金有困难 我也不好意思 有点小意思 给我一个200万美元的支票 吓了我一跳 还小意思 还算是拿不出手 其实解了咱们燃眉知己 哎呀 我非常感动 后来当时我说 我得给你举行个仪式啊 搞个赞助仪式 得上上电视 他不用 不宣传 不用谢 不报道 到现在我要不说 你们也不知道 他就不让报道 谢谢您 谢谢 我让报道 后来我说那200万 这票不能我拿起来 我看他去了 我赶紧回去交给我们财务部 集资部 总得给他送个证书来吧 捐赠的证书 把那钱到我手了怎么办 我给他送起以后啊 结果那证书 人有礼貌都双手 我拿着支票都单手 谢两句 给他这证书以后 哎呀 谢谢 哎呀 我拿那支票的时候 都忘了谢谢了 郭先生 今天接这机会 我也向你谢谢他了 谢谢 谢谢 第一刚才张白发先生是我心里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我我觉得呢大部分都是过奖的话 但是过奖之中呢我也觉得蛮舒服 我听说啊在郭先生之后有非常多的这些海外华人包括一些外商 他们也到中国来进行投资 因为这是他们非常信赖的一片投资环境 你觉得跟你有关系吗 可能有一点点关系 我自己也有感觉 我一个人的力量来帮祖国 有关系啊 我也是用勿承 hides 但是假如我做一种的榜样 我做一种的榜样 同时很多商人呢 你做他也要和你竞争来做 这都是好事 对于您来说 在北京的这个大投资 也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期 现在我一到北京来 尤其刚刚做面包车过来这里 每一个建筑物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伟大 我们看得很荣幸 很骄傲 我跟郭祥长期交往当中 我有时候也开玩笑 他这个爱国之心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另外的话 他非常是个大孝子 人都管他叫大孝子 对母亲言听计从 那么大岁数他那么忙 早晨早要打招呼 晚上回来要打招呼 简直就是早请示晚回报 那是 我先母出生是1900年 她年轻时候也受了相当的教育 她对生意的技术 她什么也不管 也不想去学 完全是劝我们 所做的生意 要跑道德的路 劝我们赚的钱 不要自己崇拜无知 有一天她的生日 她已经有八十多岁了 我就赶快买一辆 变色车 想给她一种的 袭警的 她说妈妈你出来看吧 她一看她的脸就变色了 她说你做什么 你要买车给我 去买一个小的日本制造的车 就可以了 赶快拿回去 叫我赶快送还给卖的店 所以我们就赶快就拿去了 其实我觉得这位平凡的妈妈 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因为每一次在和郭先生 讲到自己母亲的时候 他都会跟我说 在他的一生当中 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其实就是妈妈 郭先生是母亲眼中的孝子 其实我在香港采访的时候 也特别来到了郭先生的家里 这里是香港的深水湾 在很多香港民众的眼里 这里是一块 含金量非常高的宝地 因为这里居住了 很多富甲一方的财富精英 郭赫年先生的家 就在不远处的半山上 很多人把郭赫年先生 称为是神秘富豪 确实人们似乎更熟悉 他在商业版图上的 一个大手笔 比如说他遍及全球的 香格里拉酒店 比如说他在糖业 在粮油等等 这些领域当中的 巨大的影响力 今天当郭赫年先生 邀请我们到他们家 做客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位神秘富豪 他的生活也会如此的神秘吗 他和自己的家人 会有着怎样的愉快相处呢 现在我们就到他的家里 去看一看 郭先生你好 陈森你好 你好你好 早上好 早上好 非常高兴见到 郭夫人 陈森先生你好 你好 郭太太 你好你好 非常高兴能够在香港见到您 我看在客厅这里 有好多的照片 看看这些照片 这个是我的老妈妈 这是老妈妈 那时候可能有 九十二三岁了 可能九十三岁了 她是拜扶的 她是叫做什么 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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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先生跟母亲的感情非常深 比较是 郭先生这个上面是 我老妈妈她那时候是中秋 她快七十七岁的人了 她一天就特地把这些字写 一横两横这样这样写 写了以后 她就拿去一个小店铺 做贴板的人的 就叫他们 这个是她的字 她自己写的 那么用那个字就刻下去 它上面写的内容是什么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内容就是 儿孙人如我 何必留多才 相若不如我 多才一时空 不为自己求利益 但愿大众共安宁 妈妈为什么会要写 这些字下来 我是讲她知道我做商 有一点点天才 会做的成功大概 同时很怕我做一种的 怎么讲 可能做奸商 可能对社会 就是做不好的事情 所以她一直劝我们要做好人 也不要完全贪财 我也想要做好人 我根本就会想要做好人 我根本就会做好人 照片上可能记录了 妈妈一天一天老去的容颜 但是我知道在你的心里 妈妈的形象一定不会改变 对 但是我可以对在座的朋友们讲 我对我母亲的爱是永远的 但是我也非常清楚 中国人里面 大部分妇女 大部分妈妈都像我妈妈一样 如果今天妈妈还健在的话 看到您今天的成就 你觉得她最欣慰的是什么 她会怎么跟你说 她一定是很高兴的 但是假如见我有机会说话 她就一定在劝我 继续谦虚 谦虚 继续帮穷人 就是差不多这两三句话没有别的现在 其实郭先生是母亲眼中的孝子 那么在她自己的这个温馨的家庭里 她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在香港采访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巧合 夫人拿到了那天上午刚刚收到的一封信 随手打开 郭先生发现这是远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就读的小女儿写来的信 里面还有东西 亲爱的爸爸妈妈 她现在在Stanford 在Stanford 在Stanford 读什么专业 就是读文科 大家好好久没有通信了 手写的信 所以想给你们一个小警戏 嘿嘿嘿 不是 我已经步入了我大学三年级 最后一个学期的第七周了 她觉得我好像更进一步了解自己了 她以前不懂得自己 免得过度地自学情绪化 我就在一起告别了 只想最后再说一次 爸妈谢谢你们为我提供那么美好 商场上叱咤风云的郭鹤年先生 在家里是这么有人情味的一位长者 其实刚才那一瞬间 我们看到郭先生哽咽了 刚才在看的过程当中 他给我补充说 这是他用中文写来的第一封信 很久没有见到这个小女儿了 特别想她 是 所以今天她的母亲不在这里 我的妇人 因为跑去纽约和她会面 另外一个女儿和儿子 今天也在我们现场 刚才我们的同事说 她们两个是一对金童玉女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女儿 来认识一下 郭慧光小姐 这位是儿子郭孔华先生 你觉得大家夸她们长得漂亮 您觉得她们漂亮吗 漂亮也是漂亮 但是全国现在的年轻人都漂亮 其实她们不仅漂亮 而且能干 我和她们两人聊 我知道她们两人都是从哈佛毕业回来的 而且现在呢 每人都有一份非常棒的事业 所以我得问问 两个孩子 你们眼中的爸爸 是怎样的一个父亲 我觉得爸爸就是一般来说 就是比较严肃 比较严格 他会不会在你们面前 同样也火山爆发 对你特别严厉 发脾气 这个是有经历过的 因为 尤其我是做爸爸的助理 所以我办公室就在他办公室 隔壁 住的房子也是一样 所以回到家上班的时候 也都是见到他 每天都是吃饭的时候 都是讲工作 那有时他做事情是非常快 做决策很快 想东西快 行动也快 所以有时我追不上的时候 他就会 就是很着急 有时就是也会发脾气 怎么发脾气 我觉得这个房间里 没有人可以像他一样 就是骂人 的这个程度的 可是我们就是内心 就是跟他工作的人都知道 他着急 他骂人 他是对事 而不是对人 所以我们都是理解 以后还会对他发脾气吗 呃 脾气是没有办法改的 哈哈哈哈 孔华 你要做好心灵准备啊 爸爸说了脾气是没办法改的 呃 呃 更重要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呃 他觉得人生最重要两个字是奋斗 其实呢 我们小时候虽然他工作还是很繁忙 他都是为我们操心的 特别是在教育方面 呃 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我们家里很多朋友 呃 家庭环境比较好的朋友 他们的父母亲都愿意把他们送到国际学校或者英国学校去念书 呃 呃 但是爸爸呢 呃 呃 就坚持要我们学呃 呃 呃 中文 而且不是学广东话 而是学普通话 那当时呃 呃 香港唯一一家教普通话的学校呢 是在北角 离我们家有大概坐车也有20分钟的车程 那他就坚持要我们到那边上学 呃 所以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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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是慈父 一个是严父 你觉得父亲是哪一个角色 我觉得他两个都是 他是很少有的 这就是你的女儿 好厉害 他们现在两位都在公司旗下 任着非常重要的职务 你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我希望我的自己亲生的儿子 三位我的女儿 都会替公司做一点好事情 但是不要像我这样 打基础的时候 钱不够 银行 银行 每一个银行看不起我们 那种的造事业的辛苦 我知道他们不会遇到这种的经验了 但是希望他们做好好的 这个公司的领导 最好他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好的家庭 他能够把他的好处多发展 假如有什么缺点 把它减少和去消灭 这一刻我们真的觉得您不仅是一位严妇 更是一位慈妇 在现场要不要送给爸爸一个温暖的拥抱 来感谢一下爸爸 好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其实郭先生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 也非常注重亲情的人 在您的这些亲戚当中 也有不少人跟您一样 把他们的这份热情 投入在祖国的这些建设当中 比如说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现场的郭孔锋先生 他是您的侄子 他的这个丰益国际集团 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加工集团 他把粮油生产带到中国 在当时其实也是一件新鲜事 当时怎么考虑的 在改革开放前 中国基本上不进口食用油 国内生产多少油 政府就分配多少给老百姓用 改革开放后 中国就开始进口大量的食用油 那时候国内用的主要是散装的二级油 那些油颜色很深 质量很不好 炒起菜来 满屋子都是烟 对身体非常不好 那时候我就想 带国在中国建一个精炼厂 生产小包装油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生意 这个不错的生意 有没有和郭先生商量一下 所以我就把这个想法 跟我叔叔提出来 我叔叔对中国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他那时候一直想在中国 要投资什么项目来帮忙中国的建设 所以我跟他一提这个项目 他立刻就打赢了 我听说有一个小道消息 说只要跟郭先生提到 是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他基本上90%以上都会批准 是 所以那是88年我们建的一个项目 后来就建很多项目 基本上没有一个项目他不批的 我们当时在中国投厂 就是觉得改革开放后 中国会发展得非常快 几十年后肯定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那时候因为中国人口是世界最大的 这粮食市场的中国应该也是世界最大的 所以中国的工厂应该是世界最大最先进的 基本上我们在好几个行业内 也全部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在国内的营业额应该有百多亿美元 整千亿人民币 第一次见郭先生的时候 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在加姆斯 他去路过那个地方去看我们的工厂 当时我们在那个地方 就是创建了一种新型的水道生产模式 但是心里边还没有底 他看了以后呢 感觉到我们这个项目是生加工的项目 可以把提升中国整个的水道的加工水平 同时呢 他也听到了我们在当地搞了一些订单 给农民有很好的回报 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所以他就鼓励我们 就是这样的事要多做 他不问我偷了多少钱 就是你坚持做下去 我就感触最深 我也不敢讲 我是爱国华侨什么 但是我自己知道 假如能够做更多的贡献 我们很愿意做的 我们子子孙生都是一样的 其实您的这个贡献 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今天我们特别找到了一张 很珍贵的历史照片 在这个照片当中呢 也记录了一位伟人和您的会晤 来 我们一块看一看 其实呢这张照片记录的是 邓小平先生跟您的一次见面 有人说这是邓小平先生 代表中国政府 最后一次正式的对外的会见 您可能就是这次会见当中 非常重要的主角了 在邓小平的文选当中 其实也记录了你们之间的 这次谈话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 他是最后出来见外国的 因为我是身在马来西亚 是华侨 我记得有三四句话 他讲的永远记在我脑中 他就讲 我是我们国家 非常感谢华侨对祖国的改革开放 做的这么做贡献这样这些话 第一就谈到统一的问题 国家统一的问题 邓老先生大我十九岁 那是他们的经验 长征的经验 参照新中国的经验 我看不但是十九岁的差距 可能是三十八四十岁的差距 他也讲 他们讲 今天的开放的成功 是我的功劳 他讲不对 我只开了大门 把大门开了一点点 然后后面人完全推我出去 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是谦虚 是非常谦虚 对 您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没有 假如有我是向他学的 郭先生 其实您的成功 让这么多人关注 并不仅仅因为它是 像瞬间绽放的烟花一样 因为您是非常持久的一个成功 贯穿在整个的商业历史当中 我们也看到今天周边 有很多企业家 他们可能成功了一段时间 但是他们接下来就倒下了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我从二十五岁出来做生意 在同行里面开始做大白米 那时候新加坡马来西亚 大小比较做大的米商 大概有四十家 突然间发展快的 很成功 手段蛮厉害的 今天看不见了他们 完全看不见 为什么呢 他们就消失了呢 我那时候就有点感觉 他们手段这么厉害 有的可以讲 有的手段很凶 有的堂商就叫人特地把海水 弄到一包一包麻袋的砂糖上面 用海水 放在上面 以后就向保险公司 求赔 赔赔几万块 这几万块就用来补贴他的成本 我们就竞争不过他 我们知道也不去抱人 还是埋头尽量竞争 他们的结局会是什么 他们当时是发财 但是到现在都看不见了 正像中国人说的 君子爱财 要取之有道 您做的生意这么大 赚了那么多的钱 你爱钱吗 我本人不爱钱 但是我很想 每年我们的结账 都有黑的数目 不是红的数目 有盈余 有钱赚 叫做给花红 因为我们的 我们所有的同事们 从高级总经理到最小的职工 送茶给我们喝的 每年都希望我们给 很好的新年的红包 今年大家是不是都可以拿到大红包了 我相信 已经看得是OK了 今天我们在 我们收集的这个资料当中 还有一个书签 没来得及和郭先生交流 其实在这一刻 我觉得可以拿出来了 这个书签上呢 没有写字 我觉得有的时候 刘白的人生可能才是更完美的人生 他会用未来的事实告诉大家 我们一起期待 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把这个依然 刘白的书签 夹进这本书里 相对于您厚重的人生来说 再多的资料都不能完美地概括您所有的商业智慧和人格魅力 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在大家的理解和传播当中越来越多地来丰富我们自己制作的这本郭恒宁的传记好不好 特别谢谢郭恒宁先生来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我们的华人商业领袖系列呢 今天是第一次播出 我们也要请郭先生在我们这个节目现场来给我们留下一个特别的记忆 这是优秀的华人企业家郭鹤年先生留在我们对话现场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谢谢他 谢谢 也欢迎大家在以后的日子当中继续来关注我们对话特别制作的华人商业领袖系列节目 大家可以登录央视网以及新浪网 在我们对话的官方博客当中 以及伟红的新浪微博当中 来找到我们华人商业领袖系列最新信息 谢谢各位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